2月底,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的消息一度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热点话题 然而除此之外,与宗庆后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人也被推上了舆论的焦点 那就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珊珊 不过与网友对宗庆后的崇高怀念不同 钟珊珊则是被架上了网络声讨的十字架 回顾过去一两周里,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两家行业巨头 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 自宗庆后逝世后,网络上出现的捧娃哈哈踩农夫山泉文章和视频 可以说直接导致两家的市场表现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 其中,娃哈哈官方旗舰店销量大涨500% 且正在持续攀升 农夫山泉则官方旗舰店销量暴跌90% 且正在持续恶化 说起农夫山泉,钟珊珊最令网友口诛笔伐的部分 恐怕就是其独生子偷偷加入美国籍的事情被曝光 对于这件事,不少网友表示 他在中国赚的钱早晚会流入外国人的腰包 毕竟谁的金饭碗不是留给自家孩子呢 公开资料显示,钟珊珊的儿子名为钟树子 出生于1988年 根据农夫山泉此前上市招股书 钟树子在2011年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 于2017年6月开始担任农夫山泉的非执行董事 其的确具有美国国籍 鉴于此,曾经青睐农夫山泉的消费者 瞬间对这个品牌丧失了信心 在反观,宗庆后创办的娃哈哈 始终以民族企业,良心企业的形象立于市场竞争中 更加使得消费者转向娃哈哈,摒弃农夫山泉 这一来一回,曾经日销百万的农夫山泉线上旗舰店 直接降至仅5万元 而反映更加机敏的金融市场更是惨烈 随着事情的发酵,农夫山泉的股价已经蒸发了40% 曾经的中国首富钟珊珊身价直接缩水2600亿 而这一切或许仅仅是个开始 曾经记者出身的钟珊珊对于营销可以说是信手担来 一句,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使得农夫山泉家喻户晓 迅速铺满中国的大街小巷 丽雅娃哈哈与乐百事等老牌龙头 坐上国内饮用水市占率第一宝座 火遍大江南北 庞大的中国市场让钟珊珊收入一波风 据财报数据 仅饮用水这一项业务就为集团贡献了高达104亿元的利润 占据集团总收入的50%以上 2021年至2023年期间 他更凭此连续三年稳坐中国首富宝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曾经凭借强大营销能力登顶市场宝座的钟珊珊 如今也因为一场舆论战失去了半壁江山 除了饮用水市场 钟珊珊还曾涉足过疫苗领域 早年钟珊珊抓住HPV疫苗量少价高的风口 联合国内外科研力量研发国产疫苗 万泰生物成功突破海外专利壁垒 于2020年推出首款国产HPV疫苗 一举赚总50多亿 为其连续三年位居首富增添重要筹码 然而随着更多同类竞品上市 万泰生物的净利润大幅下滑7成 生命科技领域内 国内研发实力已逼近国际水平 仅依赖微创新占领市场 能躺着赚钱的红利时代已经结束 时事造英雄 如此来看一边是失事的生物科技 一边是失去消费者信心的饮用水 钟珊珊未来的路可以说是颇为严峻 我们再来看回关于钟珊珊的这场舆论抨击 如果说其儿子的美国籍身份被曝光 是事件导火索的话 那钟珊珊多年来树立的商人形象 是其根基不稳的主要缘由 在这个商人本为力的时代 爱国企业家往往能够成为市场上的异议兴晖 以曹德旺为例 他不仅致力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将服药玻璃打造成全球汽车玻璃行业的巨头 还在公益慈善方面身体力行 累计捐款金额高达120亿元 展现出深厚的社会责任感 同样刘强东马云等也慷慨解囊 个人捐款数均达到数百亿级别 虽然捐款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人的国民情怀 但相比之下 钟珊珊去年仅向灾区 捐赠24000瓶矿泉水的行为 某种程度上 也让一直支持他的国人彻底寒了心 再有就是钟珊珊曾经与娃哈哈的爱恨情仇 也广受网友诟病 1991年 钟珊珊正式成为了娃哈哈口服业在海南和广西的代理商 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然而五年后的1996年 完成原始激烈的钟珊珊 退出了娃哈哈 随即成立了农夫山泉的前身 兴安江养生糖饮用水 此后数年 与曾经的老农家娃哈哈 在饮用水这个赛道上不断竞争 持有农夫山泉84%股份的钟珊珊 能否带领企业摆脱困局 能否重新夺回市场赢得民心 这场舆论漩涡该如何平息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